不过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爹娘消失不见的四兄弟,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在莫平初的指挥下,莫平坚利用人小个耳的优势终于偷听到爹娘离开的真正缘由,取生妹妹去了。 四兄弟顿时一扫被爹娘无情扔下的伤感,开始兴高采热地幻想起自己将有妹妹后的幸福场景。 这次娘一定能怀上妹妹,咱爹娘相貌出众,将来妹妹一定比徐宝儿好看,不,比三公主还好看。 五哥说的是,等妹妹长大了,我天天送她去学堂,带她打拳,陪她我。 等妹妹长大,你早从又学毕业了,接送妹妹的事还是我来吧,顺便让徐家那几兄弟都看看,我也有妹妹了。 我,我,我给妹妹吃糖。 一个个脑子里装的都是草吗?妹妹是女孩,打什么拳?等妹妹长大,你也早从又学毕业了。 妹妹是让你拿来显摆的吗?还有你,你当妹妹跟你一样贪吃,就知道吃糖。 哎呀,妹妹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凭什么说我们? 哼,凭什么?就凭我比你们都大,还比你们聪明。 三个弟弟一想到莫平初,硬是跳了两级,以十岁至零考入高学,还荣登经考榜前二十名的丰功伟绩,都立刻老老实实闭上了嘴。 都给我听着,妹妹是非常柔弱的女孩,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做哥哥的,要时刻记住保护妹妹,照顾妹妹,记住了没? 三个小子忙起起点头,爱护妹妹,要从娃娃抓起。 妹哭莫平初对弟弟们的反应表示很满意,虽然他很清楚娘能生出妹妹的希望渺茫, 但从小,眼巴巴等着妹妹,却只迎来一个又一个的弟弟早已磨练出坚韧新兴的莫平初,还是充满期待的表示。 梦想是一定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一个月后,莫泰文带着被滋润的红光满面的徐静娘回来了,同时还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两口子不负众望。 徐静娘,怀孕了。 哈哈哈哈,老二,那小子行啊,干得好。 莫定方更是高兴地找不找北,全然忘了他还是一个病人,药还没断呢。 老夫人难得地没有约束老爷子,只笑呵呵地拉着徐静娘的手,和长袭余淑珍一起关切地问来问去。 莫泰文此刻的心情真是难以言喻,此刻见家人, 都高兴成这样,莫泰文觉得人生圆满不过如此。 莫平初四兄弟小心翼翼地看着自己依旧冒昧如画的娘,忍不住开口问道。 娘,你真的有妹妹了? 徐静娘无语地看着激动不已的四个儿子,这孩子是傻了吗?什么叫他有妹妹了? 一问出口便发觉自己犯傻了的莫平初顿时红了脸。 娘是有了身孕,不过还不知道会是妹妹还是弟弟,娘话先说在前面,就算不是妹妹是个弟弟,你们也不能嫌弃他,记住没有? 小八六个月时,自己的好友来家里做客,听自己抱怨生儿子生怕了,就随口开玩笑,说喜欢儿子。 六岁的莫平初便拉着人家说了番悄悄话。 我送你个礼物可好。 啊?你要送我什么呀? 莫平初指着傻呼呼啃自己手指玩的莫平肩。 我娘明明说要给我们生个妹妹的,结果生错了,生了个弟弟,你喜欢儿子,那你抱走吧。 哪怕已经过去这么久,徐静娘深深地感到不放心呢。 徐静娘强调道,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可就不生了啊。 莫平初立刻带着弟弟们指天发誓,就算娘生的还是弟弟,也会好好对待他。 徐静娘看着四兄弟都表态了,这才放下了心了,心里省不住泪流满面,没空伤不起。 春去秋来,在墨家众人的焦急期盼中,产房里忽然传出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众人顿时愣住了。 回生了,回生了。 门开了,虞书珍笑着从里面走出来,生了。 母女平安,孩子七斤八两,好看极了。 又过了一个时辰,众人终于见到了果菜墙堡里的婴儿。 咱们小九长大了 定是个美人 随他娘 皮肤白 眼睛长 分明随了我 小丫头跟古其家 是个学无的好材料 老爷子没好气的 瞪了几人一眼 怎么把他的词都抢了 咳了几声 老爷子得意洋洋 听听 小九这嗓门中气多足 估计皇城里都能听得见 真是随了我了 熬了一夜了 公公婆婆快回去歇一歇吧 这里有我守着 你们放心 老二媳妇 让人给我和你娘收拾个院子 离小九近点的 众人愣住了 莫太文和徐静娘更是难以置信 莫太武结结巴巴地问道 爹 你这是 这段时间我和你爹 就住在老二这儿了 你爹呀 恨不得小九一睁眼就能看到他呢 徐静娘忍不住看了身旁 睡熟的孩子一眼 小九啊小九 你可知道 你有多大的分量 竟然能让你祖父 原谅你爹住进咱们家呀 听刚刚亮 小九醒了 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声响 老夫人柔柔的声音传来 小九醒了吗 徐静娘忙道 嗯 醒了 刚醒 家门打开 不由吓了一跳 只见门口密密麻麻 站满了人 一只名叫狼 清的军犬便被送到了莫家 可没怎么接触过军犬的莫太文等人 看着这只被送来的大狗 都有些傻眼 只见这只狼青犬 约两尺多高 毛色清白 伪长而粗 身形匀称 体质结实 老一丝看到狼青 眼神中闪过一丝怀念 只见那轻轻蹲下来 两眼和狼青平视 慢慢伸出手 摸向狼青的头顶 去吧 看看谁是你未来的主子 迈开不死 朝莫家十二岁以下的几个孩子靠近 包括只有十个月的小九 看到狼青靠近时不免得有些紧张 尤其是年纪最小的莫平坚 脸上都忍不住露出了几封哭响 只见狼青 慢慢走过了莫平出 莫平云 莫平方 莫平坚 在小九面前停住了 对于不过十个月的小九 狼青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体型庞大的物种了 狼青静静地注视着小九 一人一兽四目相对 一动不动 在众人的屏息等待中 小九忽然动了起来 他竟然快速地爬向了狼青 只见他伸出胖胖的小手 轻轻地碰了碰狼青的爪子 狼青没有动 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揪着狼青的前腿 猛地站了起来 小胖手高高举起 拍向了狼青的嘴 这时狼青动了 他竟然慢慢地趴下了身子 将头低下来 凑到小九面前 小九高兴了 心满意足地摸了摸狼青的脑袋 众人惊呆了 老爷子却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也不知是因为 婴儿的天真无邪还是缘分 狼青认小九为主 自此之后 就如同一个护卫般 牢牢待在了小九身边 眼看春暖花开 天气转暖 徐静娘正琢磨着 再找个靠谱的御婴堂 把小九送去好生改造时 皇上突然一指诏书 下旨让小九去宫中的御婴堂 皇上突然下旨让小九去 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老爷子没好气的道 皇上总是想一出事一出 真真凡人 这个老头子 可无遮拦的 哪有这么说皇上的 见众人都面露不安 老夫人叹了口气 也对众人道 哎 圣旨既然已经下了 你们就好好准备准备 送小九去宫里上课吧 婆婆 那宫里的御婴堂 可都是皇子公主上课的地方 小九这么突然过去 年岁又小 我会被人欺负了吧 别看小九年纪小 可力气大 宫里现在跟她年纪差不多的 也就三公主 就三公主那娇娇弱弱的样 别说一个 就是两个她 也不是咱们小九的对手 是吧 是吧小九 正在玩藤球的小九 听到祖父喊她 忙打起头 直接响亮的回了声 是啊 这丫头 连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说是 不过 想想小九光辉的战绩 徐静娘觉得自己的担心 好似真有些多余 有一次 老爷子老友上门 带来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 虎头虎脑的 看着很是可爱 三个小孩在院子里玩 也不知怎的 男孩跟小九 抢起东西了 一眼手一伸 使劲推了小九一下 小九被推倒在地 成名锐一见 小九被欺负不由哭了起来 只见小九从地上爬起 立刻像一个小牛犊一样 冲向男孩 脑袋重重地 撞在了男孩的胸前 直接把他撞倒在地 紧接着 小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骑在了男孩身上 举起拳头便要打 那架势 立刻把那男孩 吓得球饶开了 小九很是不屑地 白了男孩一眼 放下拳头道 骑 真嗓 然后头痒得高高的 起身拉起成名锐 去一边玩去了 小九和成名锐 手拉着手 被人领到了一个院子里 小九和成名锐 被带到了最东边的 一间屋子里 只见屋子里 摆着凳子和长砖 砖上放着一些 孩童长丸的东西 小九不由立刻坐下去 拿起个讨响球便玩了起来 成名锐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 正撞上一个男孩的视线 男孩很是凶狠地瞪了他一眼 成名锐不由 拉了拉小九的手 成名锐见小九不理自己 越发感觉 孤独无依 忍不住哭了起来 烦人 哭什么哭 突如其来的一声爆喝 吓得成名锐 立刻收了眼泪 只见数人簇拥着 走进来一个衣着滑美 凤眼水眸的女孩 屋里的其他孩子 一见女孩过来 立刻气气过一下 女孩见小九和成名锐 愣愣地坐着不动 不由皱了皱眉 跟在女孩身后的 一个女官模样的人 立声喝道 大胆 见了公主 怎么还不跪下 小九眨巴眨巴眼睛 好奇地东看看西看看 在哪儿 什么在哪儿 还不快些跪下 拜见公主 公主 在哪儿 不是猪 是公主 皇上的那个啥 反正是要跪的 不 什么猪啊 公主的 又不是过年节 又不发红包 跪什么跪 大胆末一年 你不过区区商户之女 竟然目无尊长 见了三公主殿下 还不下跪 该当何罪 拉起成名锐 走 去哪儿 站住 不许走 一众侍女 护卫便骑刷刷将 小九和成名锐 围在了中间 小九一见 情形不对 眨巴眨巴眼睛 突然往地上一溯 扯着嗓子哭喊起来 救命啊 有人要害我 皇上快救我 小九一边哭喊着 一边从脖子里 拽出一枚玉佩 高高举着道 皇上 皇上 快来救我 皇上快来救我 有人要打我了 天啊 那不是 不是皇上的龙温玉佩吗 见玉佩如同见皇上呢 本来气势汹汹要冲上前来 抓住小九的众人不由七七跪下 这下轮到小九愣住了 她用的这招 是五哥临走前 悄悄跟她说的 三公主也被这完全想不到的情况给弄懵了 指着小九手中的玉佩道 给我 不给 三公主怒了 好啊 我堂堂一个公主 问你要东西你竟然不给 真是胆大包天 你不给 我还不能抢了吗 眼看就要抓到 只见小九猛那一缩手 三公主扑了个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公主扑通一声 摔倒在地 还是脸朝下 立刻让人上前抱起三公主 匆匆离去 转眼间 院子里就只剩下了小九和陈明润 怎么办 我们 是不是完了 小九眨巴眨巴眼睛 摸摸肚子 嗯 我 我饿了 陈明润 任由小九拽着他 到处去找吃的 两人不知不觉便走出了院落 小九和陈明润走入了一个极大的花园里 只见花团紧簇的亭子里 摆着一个长条形的炭炉 炭炉上正烤着各色的肉食 有牛羊肉 鱼虾 鸡鸭和一些野味 香味扑鼻十分有人 只听齐刷刷一声响 突然窜出一堆护卫 对准小九和陈明润 极其亮出了兵器 这番动静自然惊动了亭子里 正和爱妃享用美食的皇上 他扭头一看 姐妹护卫们是作大敌的竟然是两个小娃娃 把那两个小家伙带过来 你是何人啊 你是皇上吗 放肆 在天子面前敢如此无礼 来呀 拿下 我问他呢 又没问你 你话真多 这女娃娃好生有趣 也不知是谁家的 横叔叔忍得走到了皇上跟前 拉了拉他的衣袖问道 啊 你是不是皇上啊 你说呢 嗯 我看你是皇上 哦 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我五哥说 只有皇上可以装黄色的 有龙的衣服 你穿的是黄色衣服上面 还有龙 那你肯定就是皇上了 皇上不由又笑了起来 皇上 你别笑了 我饿了 皇上不由又笑了起来 挥手让人端来烤好的肉 给小九他们吃 小九大口大口吃得停不下来 把嘴塞得鼓鼓的 咕咚咕咚灌下一杯茶水 这次还打了个宝格 舒服地摸了摸肚子 往后一靠 四平八稳地坐在了椅子上 只见谢贵妃带着三公主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元宁见过父皇 皇上抬了抬手 示意三公主起身 漫不经心地问道 元宁你不在御英堂好身上课 怎能跑来这里了 启禀皇上 您看看 元宁这脸上都磕成什么样了 皇上 元宁今日这般 都是因为这行国功夫的九小姐 您别看他这孩子年纪小 可这性子 可是厉害得紧啊 皇上听完 扭头问小九 小丫头 刚才贵妃的话 你可听清楚了 没听懂 皇上 这孩子住八年幼 一路走来又累坏了 您看看 他都瞌睡成什么样了 哪里能听懂贵妃娘娘说了些什么 都是你害我摔倒的 你这个坏人 父皇 打死他 放肆 元宁 你的规矩 就却到狗肚子里去了 不过是孩童之间的小小争执 你竟然闹到朕这里 今时这小丫头第一天入宫上课 你这位贵妃 不说好身照看 反倒来告状 怎的 上我打她一顿给元宁出气 还上我重重责罚新过宫 就因为元宁想抓没抓住 自己摔倒磕了鼻子 谢贵妃不想皇上竟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被这连番追问 吓得脸色刷白 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是真下指让这丫头进宫上课的 就无必要确保她的安全 以后 不管是元宁也好 还是什么人也罢 真不想再看到有人在故意为难她 知道了吗 皇上教训的是 臣妾谨记在心 以后定会把元宁叫到好的 皇上漠然地看了谢贵妃一眼 挥了挥手 退下 谢贵妃忙带着三公主退下 小九带着肉质和皇上赏赐的东西 高高兴兴地回了府 见到小九安然无恙地回来 还带了许多赏赐 众人这才放下心来 却不料 但莫平初细细一问 得知小九今日不光和三公主起了争执 还跟皇上在一起多半天 甚至还睡下了皇上的御书房 不由惊呆了 莫平初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这分明是有人设计 让小九和三公主起争执呢 若不是小九今日坚巧合 先不见到皇上 只怕就要糟了 谢贵妃 这是要与我莫家为难不成 小九才不过多的 能爱着她什么 她莫非是疯了 逮着人就要吗 那女人本就蠢笨 心眼又小 除了脸还能看外 其他一无是处 皇上当初就是脑子进了水 非要纳她入宫 才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不管怎么说 皇上今日是摆明地护着小九了 有了今日这一遭 以后宫里的人想来会对小九客气些 咱们再仔细些 不会有事的 咱们小九天生就是个有福气的 你们也别太敏感了 谢家可不是普通人家 万万不能轻举妄动 他谢家不是普通人家 咱们墨家就是了 他没脑子 老子就帮他敲出点脑人来 他不是惦记 丽妃肚子里的皇子吗 以为没了皇后 后宫就是她说了算了 做梦 永宁寺的老太妃 念经拜佛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该出来活动活动了 老头子 你的意思是 明儿你带媳妇们去永宁寺烧烧香 没事多拜拜佛 总没错的 老爷子说完抱着小九扬长而去 小九似是不知 因为他墨家和谢家已经悄无声音地杠上了 突然听到前面传来扑哧一声轻笑 墨平初和小九不由齐刷刷扭头看过去 看到突然出现那少女 墨平初不由面涮一红 神色微微尴尬起来 原来那少女不是旁人 正是之前和墨平初绯闻满天飞的钟婉宁 美人 美人 美人抱抱 我腿疼 钟婉宁吓了一跳 墨平初也惊呆了 这是谁他妈教小九的 见到好看的女孩 不是应该乖乖瞧瞧地喊声姐姐吗 钟婉宁面上飞红 不知所措地看着自己求救 小九 快松开那个姐姐 五哥抱你 嗯 不嘛 我就要美人抱我 小九 这是 是五哥的同窗 钟婉宁 应该叫她钟姐姐 不能叫什么美人的 知道吗 不嘛 他们 是美人 不是姐姐 不能叫美人 那没礼貌 就叫姐姐 啊 你嫌她不美 自然是美的 可小九 你不能叫她美人 美人不是对人的尊称 你应该要叫她姐姐才行 墨平初话一出口 脸边又红了几分 为什么 八哥说了 年轻好看的女子就是美人 五哥 五哥 我饿了 要好吃的 好吃的 好 五哥就带你去找四哥 四哥说要给你烤野兔呢 咱们去看看他烤好了没 烤烤 白烤烤 美人姐姐 来 快过了 咱们要走了 钟婉宁倒是真想跟着一起过去 可怎么好意思 钟目睽睽下就这么跟着墨平初一起离开 只能摆着手道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但还是忍不住 很是期待地看着墨平初 姐姐还有事 咱们先走吧 说吧便抱着小九走了 钟婉宁不由心生失望 看着渐渐走远的墨平初 钟婉宁忽然沮丧到不行 墨平初抱着小九 从实体小道刚踏入 讲经台 墨平初便看到墨平亭 墨平方 墨平云等人 已经坐在了石桌旁 只见石桌上 摆放着各种吃食 当然 最让人垂涎的 还是附近篝火上正烤着的两只野兔 我要吃肉 吃肉 墨平亭就没到 你怎的耽误了这么许久 看看把小九饿的 老一次一直到傍晚时分才终于从宫中回来了 老一次看了看聚集在正厅等着的众人 小四小五留下 剩下几个小的都先下去 墨平方和墨平云对视一眼 都是一头雾水 西北军营里正在招募新兵 我跟皇上说 已经给小四小五报名了 你们准备准备 过几日就有人送他们去军中 公公 小五已经报了今年的经考了 他不是要走科考文路吗 怎么突然要去西北从军呢 爹 可是为了慕狐公主一事 慕狐公主昨日回去后在皇上宫门外常跪不起 慕狐使臣吾尔泰 也恳求皇上成全公主的一片痴心 真是厚颜无耻 这慕狐国是连脸面都不要了吗 哼 看来这位慕狐国新军 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不过他这样一门心思纠缠我墨家 到底是为何 且不管他到底是为何 他们这般不顾颜面 执意要小五做驸马 皇上碍于压力 不免有所动摇 我若执意不肯让步 只怕将来会君臣离心 可若我让一步 只怕以后就得步步相让 后患无穷 我思来想去 如今之际只有府邸抽心 把小四和小五送走 莫泰文和莫泰武觉得这个计策可行 不由连连点头 军中历练历练也好 你现在可是京都鼎鼎有名的少年才子 是京都各家最佳女婿人选 你走了 我和你娘也能松口气 省得一天到晚应对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 烦得恼人疼啊 谁说闺女大了仇人 这儿子大了 也是一样仇人啊 书者 莫泰文笑呵呵地凑到莫平冲面前 好奇地问道 不过儿子 你也不小了 有没有看上哪家的姑娘什么的 我和你娘 也好早早地 把你这亲事定了 省得你到了军中 跟你那几个哥哥混野了 一个个的不想成亲 爹 你胡说什么呢 哎呦呦 脸红的呦 看看 这也太嫩了点 难怪那木狐公主 使出美人计 你就慌了 见识不够 真是见识不够 不然 我让人带你和小四 去趟风月楼 让你们见识见识 风月楼 这风月楼 可是京都最有名的青楼 什么样的美人都有 怎么着 要不要让人带你们 去开开眼界 省得一遇到个女子 就慌了手脚 不不不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日后不敢遇到什么女子 都不会慌了手脚的 是吗 是 我保证 绝对不会为了女色所动的 莫平初看着没个正型的亲爹 不由休脑 无奈地喊了声 爹 怎么了 儿子 爹跟你说 这人呢 活着本就不容易 能开心就开心一点啊 哦 感情爹都是去风月楼里寻开心的 娘 你说是吧 那个 媳妇 我 我可是一次都没去过 真的 绝对没去过 那什么 时候不早了 咱们都下去吧 让 让爹娘他们也歇一歇 刚才好像是谁说朋友楼 是京都最有名的青楼 你们什么样的美人都有 不是没有进去过 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爹 是不是啊 哎 你你小子 我 我那 那不是逗你玩的吗 走 你先去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去 说者 便揪着莫太文的耳朵 退了出去 莫平初看着爹腾的 呲牙咧嘴的样 不由拍了拍胸口 幸亏 幸亏被揪住的不是他自己啊 反败围上坑了自己亲爹一把 心情大好的莫平初 想得他们很快叫离家 之前与诺小九出去玩的事 并无法实现 想了想莫平初 趁着家人收拾行李的功夫 带小九好好出去玩上两天 去找了老爷子 请求外出 青龙头 白龙尾 小儿求雨 天欢喜 五月封 八月更 怀吐墨 早鸡口 小九唱得真好 难怪那天爹跟娘说 小九遗传了他的好嗓子 还说咱们几个都不行 幸亏生了小九 不然就后继无人了 莫平初等人不由连连夸散起来 小九听得得意极了 月发唱得起劲 就这样 莫平初等人 在一路欢腾中 到了青平山庄 马车行至青平山庄的大门前 地形身穿 灰衣藤甲的汉子 骑刷刷走了出来 各个身形魁梧 冷力肃杀 一个右侧袖管空荡荡 脸上从左侧眉梢 至右侧唇角 有一道骇人伤疤滑过的 六七十岁的老者 大步走上前 莫平亭等人 不由都下了马车 冲老汉笑着行李道 羊爷爷 只见羊庄头 冲他们几个兄弟 笑了笑 敢问五公子 这女娃娃可是九小姐 羊爷爷 她就是小九 您叫她小九就行了 小九 山庄里有许多好玩的 我抱你进去看看好不好 过了片刻 小九慢慢伸出了手 羊庄头的眼眸 却瞬间亮了起来 她的手臂 甚至微微有些发抖 只见她小心翼翼地 抱过小九 国公爷说的果真不错 咱们小九 真是天生胆大过人 将来定是不凡得很啊 听出 你 你说我试试考金考怎么样 你想做女官吗 嗯 你们都有自己将来要做的事情 我虽然是女子 可以想跟你们一样 去做些什么 不过听说已经快二十年 没有女子通过金考了 你 你说我能行吗 你能这样想 我很高兴 我去试试 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如果这是你想做的 喜欢做的 就用尽全力去做就是了 至于结果如何 你觉得重要吗 你说的有理 我会努力去试试的 希望等你回来时 我已经通过金考 将来 就可以做你师姐了 钟婉宁被莫平初 看得心头猛跳 低头羞涩地避开她的视线 你 不信啊 是不太信 你这么懒 还没有我高 怎么能当我师姐 我本来就比你的 若不是你跳级 我本来就是你师姐 是吗 不信啊 咱们走着瞧 你不想做本公主的驸马 就是为了这个 又矮又胖又丑的女人 又矮又胖又丑的女人 是谁 莫平初看了眼 气闷不已的钟婉宁 再看了眼 裴清儿那一脸 找麻烦的样子 不由按道不好 立刻推了推 钟婉宁低声道 你先走 我不走 来者不善 你先走 免得咱们又被她 缠上了麻烦 本来怒气冲冲的 那钟婉宁听到莫平初说出咱们二字 心里还美滋滋的 哈哈哈哈 你小心些 那个公主蛮恨的很 你别再被她打了 不会的 你放心 路上小心些 不许走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我得要看看那个丑女人 能跑到哪儿去 公主殿下 钟姑娘是奉家母之命前来 并非私事 默默推却公主的好意 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公主 和他人无关 你当我是个傻的 没张眼睛看不到吗 你们两个 明明有私情 你还敢说 不是为了她 才不做我的驸马 我告诉你 莫平初 本公主的驸马 你这辈子是做定了 我不管你是跑到边关 还是京都 只要本公主想 你这辈子 也别想掏开我的手心 默默想问一句 会和公主对默默 这么情有独钟 你又只见过两次 也并无什么交流 公主是如何认定 默默一是驸马的 最佳人选 本公主 一眼就相中你了呗 我们草原儿女 讲究的是一见钟情 可默默自觉 并无什么过人之处 也远不如草原上的 男儿武艺高强 眼下 要去边关从军 已去数年 公主的这番青睐美意 默默只能心领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说的什么心领不心领的 我都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你到底肯不肯 做本公主的驸马 请恕默默 不能做您的驸马 莫平初 你别给脸不要脸 本公主一而再再而三地 舍面子 为你第三下四 你再这般不识抬举 就别怪本公主心狠手辣了 公主殿下请息怒 并非默默不识抬举 是默默毕竟年岁不足 又要去边关历练数年 而公主芳华 如何珍贵 怎可浪费在默默身上 本公主自己愿意 你就少啰啰嗦嗦的了 你只要说是愿意 还是不愿意就行了 剩下的 本公主自然会想办法 公主您是草原上 自由自在 绽放的太阳花 而我自小生活在京都 你想过没有 若是您以后定居京都了 该如何生活 我为何要定居京都 我和驸马你成了亲 就带你回木湖去了 我会带你去我的封地上 我们自由自在的 骑马射箭 晚上还可以点篝火 一边唱歌一边喝酒 比你们这里 不知道快活多少 看着裴亲儿兴致勃勃地 说着回到木湖的生活 却没想到他原来 竟是如此天真无知 到这时候了 他还以为自己成了亲 会回到木湖去 全然不知 他只是自己哥哥 推出来的一个 和亲工具而已 公主殿下 事情大约跟您想象的不一样 您若是在下朝找到驸马 以后就要定居在这里 皇上或许会赏赐您一座府邸 让您有驸马居住 您是不会再回到木湖的 莫平初 你这个骗子 为了不做我的驸马 连这种谎话都说 我王兄和乌尔泰 明明都说了 我将来会带驸马回木湖的 你想骗我 门都没有 两日后 莫平初和莫平亭离开墨家 出发去西北军中 快马跑了一天 在客栈休息时 四哥 你说小九现在 是不是知道咱们已经走了 那丫头肯定哭着找咱们呢 哎哟 我可怜的小九啊 一想到他哭着喊哥哥哥哥 我都恨不得立刻再骑马跑回去 事实也的确没有出乎莫平初的预料 小九睡醒后 许敬娘担忧地看着小九 低声跟她说着 莫平初和莫平亭离开京都去西北的事 很是乖巧地点点头对许敬娘道 嗯 娘 饿了 许敬娘一脸懵得眨眨眼 忙给小九穿好衣服 收拾干净 抱她去吃饭 小九 你不想四哥和五哥啊 莫太文不由美好气地敲了下莫平云的脑袋 这小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嗯嗯 想了 四哥和五哥给我买糖吗 买呢 小九想要什么 四哥和五哥都给你买 就是他们要过一阵才能回来 暂时不在家 那 八都得买 哦 哦 八个给买 妈 妈 找 找 走 小九啊 祖父一会带你去啊 你八哥太小了 带不了你呢 小九就是最乖了 一会儿祖父还带你出去玩 你是想去看斗鸡 还是打马球啊 马球 要打 打 老爷子哈哈大笑 老子就说小九最随我 看看 多喜欢马球 快吃 一会儿祖父带你去啊 今天保证让你混一干 徐静娘满头黑心地看着老爷子 那个 公公 小九 不是还要去御英堂上课吗 都已经请了好几天的假了 那个总不好还请假吧 不去了 以后我带小九好好玩 胡闹 老子哪儿胡闹了 一天到晚去那个破御英堂读书 把孩子都读傻了 好好的玩 不去骑马遛鸟 玩玩乐乐 天天抱着书本干啥 你便是想逗孩子开心 休假时多出去玩玩也就是了 哪有天天不去御英堂 整日里到处闲逛的脸 回头小九这性子给跑眼了 到了学堂 哪里还能坐得住 不过去玩一玩 你就那么多废话 老子的孙女儿 老子爱怎么养就怎么养 你别管 娘 爹也是心疼小九 想让孩子歇一歇 小九还小便是玩上一阵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心疼孩子 也没有这个心疼法的呀 哪有天天带女娃娃 去什么斗鸡场马场的 那里都是些什么人 回头孩子还不定学点什么回来呢 学什么 老子就是在田间地头上 摸爬滚打长大的 还不是成了国公 小九是老子的孙女儿 去个斗鸡场打个马球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说着 老爷子气呼呼地抱起小九 便静止走了 只能任由老爷子 天天带着小九到处跑着玩 硬生生把 本就调皮捣蛋的小九 快带成一个小顽裤了 老爷子突然叫来众人 说要给小九洗髓 开始练功 老夫人神色凝重地看着老爷子 开始有些明白 他之前对小九的放纵是因为什么了 一想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就要变成一个武夫 徐静娘实在忍无可忍 鼓起勇气对老爷子道 公公 小九是个女孩 练练拳脚 有自保之力也就是了 听说喜随苦楚难当 您何必让他受这份罪呢 老爷子喊了口气 唉 这世道光凭拳脚功夫 是不足以 有自保之力的 老二媳妇 这事我知道你不愿意 可是为了孩子 你还是听我的吧 可到底知道 家里的人都不会害小九 便强忍着不满 没再吭声了 老爷子看了看众人道 从明日起 我就开始给小九洗碎 东阁炼功房 自明日起开始关闭 任何人不得尽触 都听到了吗 是 眼神迷茫的小九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也跟着愣愣的喊了一声 是啊 众人忍不住有些想笑 又忍不住有些心疼 尤其是徐静娘 忍不住红了眼眶 莫泰文握着徐静娘的手 低声道 放心吧 爹有分寸 孩子越小洗髓 反倒越没那么痛苦 这对小九是好事 徐静娘回了房 眼泪便刷地流了出来 莫泰文心的忙拿过手帕 给他逝去眼泪 你不用来假好心 我好端端的儿子去了边关 这么许久了 才写过两封信回来 光说一切都好 谁知道又受了多少苦楚 眼下好端端的女儿 偏生要去洗髓炼功 你跟我说说 我到底是哪辈子欠了你的 欠了你们墨家的呀 媳妇 你听我说 前日老太妃派人传话 丽妃之死是谢贵妃和惠妃一起下的手 啊 老爷子说 惠妃此人心机深沉 手段很辣 是个厉害的角色 本以为她会和谢贵妃有一番争斗 想不到她竟然能舍下脸面 主动跟谢贵妃联手 他们二人联手 老太妃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后宫现在已然是他们的天下了 徐静娘听的目瞪口呆 事情实在比她想象的复杂严重太多了 你这么一说 我怎么还能不理解 可再怎么理解 你还是心疼啊 小九还那么小 我一直想让她跟普通人家的闺女一样 无忧无虑地长大呀 会的 这只是以防万一 就算洗髓练功了 小九也是咱家宝贝闺女 能让她受什么苦 我就怕这丫头有了功夫后 更无法无天了 昨儿你也见了 成家阿瑞眼巴巴地来找小九 可小九呢 那丫头把阿瑞摁在地上 当垫子做 看得我都肉疼 她还没练功夫 就能把人家欺负成那样 将来练了功夫还能了得 什么欺负 你不是不知道 阿瑞对小九那么唯命是从 别说让她躺着当肉垫子 怕是让她当人肉把子 让小九射箭玩她都啃 是 媳妇说的是 咱们小九从来不欺负人 都是他们心甘情愿 送到她面前求被欺负的 行了吧 本来就是 主妇 主妇 咱们要干什么呀 小九 主妇从今日起教你功夫 好不好 我会功夫 哈哈哈哈 不是这样的功夫 是内功 你学会了就能飞檐走壁 以一抵百了 好 好 主妇快教我 主妇教你 那一会儿不管怎么疼 你都不能喊停 一定要咬紧牙关 坚持住 听到没 小九似懂非懂地看着老爷子 慢慢点了点头 走 祖父带你练功去 抱起小九进了一间密室 只见密室里面放了几个大木桶 木桶里装版了帽子热气的淡黄色药水 哎 臭 臭臭的 不臭 都是好东西 来 小丫头 进去泡泡吧 老爷子最后不舍得看小九一眼 抱起她 放入第一个木桶之中 小九听话 祖父不说话就绝对不能出来 乖乖地点了点头 坐在木桶里一动不动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 老爷子看着桶里 已经变得浑浊不堪的药水 再看看 歪着脑袋靠在桶银上 睡得香甜的小九 眼神中闪过一丝奇异的亮光 老爷子上前抱起小九 小心翼翼地放入第二个木桶之中 小九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看了眼老爷子 尼喃着问道 这饿 我饿了 老爷子愣了下 想不到小九居然是这个反应 小九忍一忍 等泡好了祖父给你吃好吃的 小九有些委屈地撇了撇随 乖乖坐在桶里 继续泡着睡着 可没过一会儿小九觉得有些不对 身上好似跟爬了小虫子一样 痒痒的 祖父 痒痒 好孩子 咱们忍一忍忍忍一忍就好了 这不疼 小九听话 忍一忍就过去了 小九委屈又不解地看着老爷子 不知道一向最疼爱自己的祖父 这是怎么了 他好难受 好难受 小九便觉得 四股的疼痛从四面八方刺入身体之中 疼 疼 老爷子已经满头大汗了 他用手指快速地在小九背部的几个大穴位上点了几下 将胡乱挣扎的小九狠狠摁入水中 沉声喝道 不许乱动 小九委屈地挖挖大哭着嚷道 老爷子脸色发白 眼眶微红 小九 乖孩子 忍一忍很快就好了 小九抽一着看着老爷子 看到一向最最厉害的祖父脸色发白满头汗水 不由关切地问道 老爷子心里一酸 低声道 祖父没事 小九 祖父知道你疼 可想变得厉害 就是要疼的 你哥哥们也都泡过这个 都很疼 可疼过去就好了 小九要厉害 小九 小九不苦 不苦 好孩子 小九说了不哭 便真的不哭了 只见他闭上眼睛 强忍着疼痛 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小九 现在像祖父前些天教你的那样 运气 按金水木活土 五行相生的次序 一念即走过 休要练停留 听到没有 用力点了点头 按照老爷子教他运气的法学 开始运转体内的气慢 过了大约一刻中 老爷子看到小九面色舒缓 专心运气 不由面露喜色 他果然没有看错 小九的资质的确是孙辈中最为出众的 当初小六第一次运转 起码都没有成功 可小九这么快就摸到了法门 这份天资真是惊人的很 小九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卧房的床上 徐静娘正坐在床边 支着头打盹 小九翻身准备去喊徐静娘 刚一动弹 便发觉自己的身体 好似变得不一样了 身体变得很轻盈灵活 好似有很强的力气一般 小九忍不住跳下床 蹦了几下 发现自己的确比以往蹦得高 蹦得轻松 不由很是新奇 这番动静将打盹的徐静娘惊醒 她抬眼一看 自己的宝贝闺女小九正在屋里蹦蹦跳跳 不由松了口气 小九呀 你可把娘吓坏了 哎呀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睡了整整两天一夜了 娘 饿了 饿了 哎 娘这就让人给你端吃的啊 很快丫鬟们便端来了早就准备好的 小九爱吃的饭菜 却不料这一勺粥还没送到嘴边 便听得老爷子的声音传来 不能给小九吃这些 小九忍不住 嗷一嗓子哭了起来 这丫头 洗碎腾成那样 也没哭成这个德行啊 那个爹 不如让小九先吃些白粥 再喝这个吧 老爷子摆了摆手 小九刚打通任督二脉 得顾本 这两天他只能吃这个 喝水也只能喝白水 且计千万沾不得一点油心 小九你听话 乖乖把药粥喝了 等到后天 祖父保证你想吃什么 咱们就吃什么 你只要乖乖听话 到时候 想要什么 祖父就给你什么 我要小马鞠 我要打马球 我要吃鱼干混 我还要 我还要 好 都依你 依你 小九兴致勃勃的 跟着老爷子在马场上转悠 听着老爷子讲 如何辨别马的好坏 似懂非懂的 完全遵从外貌为主的原则 寻找着能看入眼的小马鞠 在马场上看了一圈 什么大碗马 回合马 合取马 三合马 山丹马 甚至从海外弄来的温鞋马 都看遍了 老爷子也没挑出来一个满意的 老爷子跑遍了京都的马场 也一无所获 正准备联络西北军中 看看有没有好马石 却忽然听人传报 说是有人从边关给小九送来了一匹千里马马鞠 护送来的千里马马鞠 体格匀称 眼大谋名 头颈高昂 四肢强健 小九一看便喜欢不已 上前想摸一摸它 哪日刚靠近 便见马鞠颈向高举 马蹄不耐方地踏了几下 汗微十足 小九看着浑身毛色雪白 俊美秀丽的马鞠 主父 还有这个 要这个 老爷子虽也相中了这批马鞠 可却不高兴 这是别人 而不是自己送给小九的 不由板着脸 对送马的兵士道 这真是莫无校尉让你们送回来的 鬼谷公大人 这匹千里马马鞠 是莫无校尉偶然得到的 让属下满日也不停的送回来给九小姐 是吗 老子竟不知神鞠追风的后代 竟是他一个小小校尉偶然能得到的 怕是你们将军都摸不到追风的马屁股吧 兵士们愣了下 心虚地笑了笑不敢吭声了 故而老爷子痛快地收下了马 一句话没有的便将这对西北军事给打发回去了 小九得了喜欢的马鞠高兴坏了 围着马鞠左看看右看看 兴致勃勃地要给小马鞠起个名字 老爷子好奇地问他要取什么名字 叫小黑吧 小九得了马鞠兴奋极了 立刻便要骑马玩玩 小九还不到三岁 本来是绝不能骑马的 但他洗髓成功还打通了人多二慢 伸手反应比一般孩童不知灵活了数倍 于是没过几日 小九便能牢牢扒在小黑身上 在马场上飞奔了 这一幕幕都被墨平间画成了一幅幅画 用飞歌送到了西北军营之中 身穿盔甲的墨平处 看着墨平间寄来的画 笑个不停 两兄弟指着画上的小九 兴致勃勃地说个不停 正说到小九给马鞠起名叫小黑 笑得停不下来时 忽然听到帐篷入口处传来一个 温润清亮的声音 你们兄弟遇到什么高兴上了 笑成这个样子 墨平初和墨平亭扭头朝来人看去 忙起身行礼 见过太子殿下 在这里我可不是什么太子 你我都是一样的 墨平初眼珠微微一转 笑着道 即便不是太子殿下 你也是我们的上司 我们兄弟不过是刚刚从小兵升到校尉 见到了您这位四个大人 不得恭恭敬敬地行个礼啊 你小子最开始整日跟个懵葫芦一样 现在进这般幼嘴花蛇的 刚才在看什么呢 不可从未见你们兄弟笑成这个样子呢 墨平初笑笑 将墨平间寄来的话递给李恒 李恒看后也大笑不止 哈哈哈哈 竟然给那么一匹神鞠起名叫小黑 小九这丫头真能想啊 不过这丫头也真厉害 这么点年纪就要能骑马了 果然是你们墨家人啊 墨平亭得意洋洋 那可不 我们小九自小就聪明过人 力气也大 骑马这种小事算不得什么 小九很喜欢小黑 多谢殿下了 不许多谢 上次在确实鬼战中 若不是你料事无神 几是救援 只怕咱们四位龙羊叫群群覆帽了 不过一匹马鞠算不得什么 墨平初眼神微闪 一匹马鞠的确算不得什么 可自己不过因收到家信随口说小九喜欢上马球 想给他弄一匹好的小马鞠 没了两日 太子殿下便送来了神鞠追风后代的马鞠 这份心思就不能说算不得什么了吧 陈明瑞看到墨平坚带着小九进来 不由眼睛一亮 猛地撑着身子就要坐起 哪知道 刚一动弹 胸口便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让他忍不住 闷闷地叫了一声 哎呀 你要干什么 只管只会我和你祖母便是 自己好端端的 乱动什么啊 你这伤筋动骨一百天 若是不养好 将来可怎生了的 墨平坚不由眼说一尘 略微一想便明白过来 无事和孟倩年的反常 所谓和事 不由心声怒火 但面儿让他还是笑得人畜无害 温和亲切 小九刚一处理好伤口 便要来看阿瑞 我们心想阿瑞刚用过药 怕是正在休息 就让他先不要过来打扰 可小丫头今日真是吓坏了 不看到阿瑞好好的 眼睛都不敢闭上 我们没辙 并只能带他过来 看阿瑞一眼 请老夫人 和孟沈娘目怪 小九今日的确被吓得够呛 倒不是被撞飞了害怕 而是实在被 程明锐吐血 晕过去的场景下坏了 想到祖父交代的话 忙从床上起身走到一旁 冲程明锐 恭恭敬敬地 行了个礼 阿瑞 阿瑞哥哥 金锐多谢你救我 你的救命车 小九铭记于心 逼当 勇权相帮 勇权相保 不用 不用 小九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 就是看见 你要撞到围栏了 心里一急 就冲了过去 你不用谢我 不用 阿瑞 你救了我 我自然该谢你的 你想要什么 不管是我那个七星鞭 还是金丝软甲 我都送你好不好 那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我要那些干嘛 那你想要什么 但凡是这京都 不 是夏朝有的 我都给你找完 我找不到 还有我八个哥哥呢 总能给你找到 你快说 你想要什么 就是 阿瑞 你说说看 有什么喜欢的想要的 小九 可是眼巴巴的 等着报恩呢 六哥 不是我说你 你是怎么召看小九的啊 就算你想不到 有人会用卑鄙手段害人 可小九出事 你就得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怎么能让成家那小子 接着小九呢 七哥 行了 这马后炮的话 就别说了 这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 东平俊公 从小九出生就盯上了 这么大好的机会 他怎么会白白放过 现在正在跟老爷子 是苦肉计 想借此把小九和阿瑞的婚事定下来呢 他想的美 不过就是挡了一下 就成明锐那个小身板 你底下就挡了多少 自己不计 被撞在了肋骨 就想赖上咱们 没面 六哥 你说的那叫什么话 不管怎么说 成明锐的确因为小九受伤了 这是事实 咱们可以不认这个救命之恩 但不能睁着眼说瞎话 该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那以你的话 难道真就小九嫁给那软蛋 那怎么行 谁说要小九嫁给成明锐了 祖父可打算的是 让成明锐跟咱们结拜 以后咱们对他照看一眼 压根没想过婚事 莫平方正没道 可听说东平俊公 没有让成明锐跟咱们结拜的意思 东平俊公自然不愿意 结拜兄弟 哪能比得上 因亲之关系亲近 他可巴不得 让成明锐娶了小九 让咱们墨家一家人 给他们成家前程铺路呢 东平俊公就是个老狐狸 小九才那么点 他就眼巴巴的上赶着 送什么浴镯子 后来小九去哪 那个成明锐就跟到哪 真是烦死个人了 莫平方没好气 还不都怪你 要不是你带小九去那个马场 要不是你没冲过去接住小九 能有这些事 我 我也不想的 谁知道他就弄真这样了 谁知道 你都不知道 还想让别人谁知道 哎你个老气 是我成先生小九受伤 让成明锐得了一个救命的恩情的 我宁死也不愿意的好不好 你光说不愿意有什么用啊 小九要是被你害的 要跟了那个软蛋 我非揍死你不可 你别得嘴静止啊 我让着你呢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窗啊 还要揍我 也不看看你自己那两下子都是谁教的 好啊 你到现在还敢说风凉话 走 咱们去练武场上较量较量去 我倒要让你好好看看 我的功夫到底是谁教的 走 谁不去谁是孙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俩还要闹 两人不由立刻转移方向怒气冲冲地凳向穆平间 穆平间不由缩了缩脑袋 这两个哥哥 傻是傻 可全都硬啊 他们可不会当他是小九 打起来 手一点都不会软的 哥 六哥 七哥 你们听我说啊 眼下咱们千万不能闹 赶紧得商量对策才是啊 那你有什么对策 穆平间无语地眨了眨眼睛 哥哥们呢 脑子是个好东西 咱能别想都不想 直接张嘴就问吗 自知拿两个傻哥哥没辙 穆平间只能将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 六哥 七哥 你们说这个主意怎么样 咱们好好合计合计 这一出手 务必要一T而中才行啊 嘿嘿 我合计什么 我看你这个主意好得很 小八 没想到 你小子脑子还挺活饭的嘛 废话真多 小八 你说咱们怎么干 七哥听你的 穆平间听了直翻白眼 他今日算是再明白不过了 以后若是遇到事情 再跟这两个哥哥商量 他就是个白痴 告诉完穆平云和穆平方 自己的详细计划后 穆平间起身去找老姨子通气 准备来一个理应外合 老姨子刚刚打发了东平俊公正 头疼着呢 小九还小着呢 反正我是不会这么早让他定亲的 总要等他急急之后 问过他自己的意思才行 嘿嘿 你说的是 是我太过心急了 总想着趁着咱们还健在 还能动他 把这些事情都定下来了才放心 走到门口的穆平间听到从屋里传来的老姨子和老夫人的笑声 不由愣了愣 想了想勾勾勾唇脚 大步走了进去 老姨听穆平间说完自己的打算后 眼眸深深地看着穆平间 小八你今年九岁了吧 是 祖父 过了年就满十岁了 那你将来是怎么打算的 像你五哥那样 考经考当官 还是跟你六哥七哥他们一样 习武从军 祖父 孙儿两样都不想 哦 那你想做什么 祖父 孙儿讲继承爹的产业 从商 为何 祖父 孙儿以为 不管是行文 还是从武 一个家族 想壮大繁衍生息 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的 可墨家人做官 只能做清官 所以孙儿想 墨家还是需要一个人 通过经商来积累财富 同时 孙儿也觉得 爹的产业 需要人继承 不然 这么多年的心血 便白费了 还有 还有就是 孙儿喜欢做生意 觉得打算盘 比念书习武 都有意思 知道了 按之前他所说的 处理东平郡公一事 便让他退了下去 次日一早 程明锐刚一睡醒 看到依然守在自己床面的亲娘部有很是头疼 冲着他不耐烦的道 你啊 我没事了 你不用一直在这守着我 该回去休息 就回去休息吧 有这些下人们伺候我 就够了 那哪行啊 他们粗手粗脚的 怎么能照顾好你 我已经吩咐了 今儿呀 就让荣春 荣秋他们带人过来伺候你 荣春 荣秋 都是你的大丫鬟 他们贴身照顾着你 我才能放心 我不用他们伺候 我就喜欢墨家的下人 话少不烦人 你这孩子 墨家在你眼里就那么好 话少有什么好的 做下人的就是要心细体贴才行 正在这时 墨平坚和墨平云墨平方走了进来 程明锐一看小九没来 不由问道 你这孩子 真不懂事 哥哥们来看你 都不说先打声招呼 问什么小九啊 人小九是女娃娃 虽说年纪还小 但也男女有别 怎么能动不动就来看你 墨平云几人一听这话 心里不爽了 可想到他们今日来的目的 墨平街忙到 小九喝了暗神茶 一时起不来 我们兄弟放心不下 便先过来看看 哎呀 阿瑞一见到你们这些哥哥 心情就好了 刚才还一直嫌我念叨呢 你们聊啊 我去看看补汤熬好了没有 啊 怎么好劳烦沈娘亲自操劳呢 来人 去小厨房盯着补汤 熬好了 赶紧端过来 一个大丫鬟 忙硬生走了出去 哎呀 你这孩子 年岁不大 办事稳重大方 又贴心知道照顾人 你娘可真是好福气 生了你这么个 知冷知热的儿子 莫平坚笑着推死几句 说起自己小时候淘气惹恼徐静娘的事情 孟倩娘听得直乐 莫平云和莫平坊也忙插话 说起一些儿时的事 众人说说笑笑一团和乐 承明锐看得傻眼 这不是说好了来看望她的吗 怎么都围着她娘说笑去了 承明锐不知 莫平坚他们本来就是奔着孟倩娘来的 还是掐好了时辰 专门趁着东平坚光他们不在 就孟倩娘一人的时候赶过来的 小六 你的亲事 你娘给你看得怎么样了 莫平云有些脸红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娘说了 我们兄弟娶妻 不管是娶哪家的闺女 必须脾气好 会疼人的才行 哎呀 那是自然 你娘也是想给你找个贴心的媳妇呢 孟倩娘 才不是呢 我娘是怕将来 我们的媳妇对小九不好 生怕小九受气 才想找那些脾气软和的 家是不高的呢 孟倩娘不由惊呆了 哎 这是什么娘啊 为了怕自己闺女受气 就给儿子找个性子软和的媳妇 连家是都要不高的 就你话多 能什么时候说过这些 你瞎说 我才没有瞎说 我可是亲耳偷听到的 咱娘跟咱爹说了 小九脾气大 受不得委屈 将来给咱们娶媳妇 都不能娶那种精明能干脾气硬的 还有 将来小九嫁人 也要找那种脾气好的人家 最好就是那种 特别听小九话的 小九让他往东 他不敢往西的那种 这样就算将来小九打了他 他也不敢吭声 你家小九还打人 那脑能呢 沈娘 您别听小八胡说 还小着呢 什么都不知道 静下说 我们家小九最快小听话了 从来不打人 真的 从来不打人 孟倩娘 自信非信地看着 墨家几兄弟 墨平坚一副说漏嘴 懊恼不已地低着头 缩在一旁 墨平云和墨平芳 冲他笑得一脸讨好 怎么看都是一副心虚的样子 墨平坚几人起身 匆忙告退 孟倩娘送他们到门口 正准备反身回去 却听见 墙外传来滴滴的闷哼声 不由悄悄探出头看过去 只见墨平云和墨平芳 正对着墨平坚拳打脚踢 还死死捂住墨平云间的嘴 不让他发出声音 孟倩娘看得吓了一跳 正要跳出去阻止时 却听见墨平云低声道 行吧 你以后再不管好自己那张破嘴 我就走扁你 知不知道 咱们家正在跟程家 谈论小九跟阿锐的婚事 你这么在孟沈娘面前胡哨八道 万一这婚事黄了 祖父非剥了你的皮 我也没说什么 都是屎的话呀 说着哪样说 可那些话怎么能跟外人说呢 多少人笑话 就是 哪些话你怎么能当着孟沈娘的面说 可我都说了怎么办啊 你年纪还小 我回去跟爹娘商量商量 当成一只口误 不能过去算了 不过小爸 你以后一定得管好你那张嘴 不然我 墨平坚 盲屎就点头 把嘴壁的紧紧的表示 绝不会多嘴 三人一同走远了 孟倩娘看得心惊肉跳 她想不到这行骨功夫竟然这般无耻 孟倩娘眼神一寒 猛地攥紧了手帕 有她在一日 那个小九就万万别想进她家大门一步 不看你俩的 我就不是墨家小九女侠 东平郡公夫人前来看望成明锐 被孟倩娘拉到一旁叽叽咕咕咕说了一通 不由脸色一变 东平郡公夫人 将信将疑地看着孟倩娘 实在不太敢相信 一贯光明磊落的墨家竟然会如此 这 要不我现在去找墨家嫂子探探口风 娘 你刚没听我说呀 他们一家人都已经串通好了 那怎么办 不然 我赶紧回去 跟你公公说说 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 婆婆 万万不可 你难道不知道公公她的心思 婆婆 并非是媳妇心胸狭窄容不得人 可咱们家里就阿瑞一个男丁 若真娶了那个小九 将来被管得言听计从 被打被骂尚且罢了 万一影响了子思后代 你我可就是咱们府上的罪人了 怎么会 不可能 小九她娘可是生了那么多孩子的 婆婆 徐静娘生的多不假 可她娘家子嗣可并不旺盛 满打满算也就一儿一女 还有啊 您看看徐静娘的性子 再看看小九的性子 那能一样吗 您觉得小九将来会是那种乖乖听话 待在家里好好给咱们家阿瑞传宗接代的媳妇吗 婆婆 阿瑞是您唯一的孙子 您为了她便是单歇干系又如何啊 你别急 让我再好好想想 这可不光是干系不干系的事 但很快 东明军公夫人便深刻意识到 哪怕搬上得罪墨家的干系 她也不能让阿瑞和小九定亲 只见在行过公府后花园一角 只见小九高举着一把寒光淋淋的短刀 拼命追赶着墨平坚 手中短刀 穿着墨平坚连劈带砍 一副恨不得斩了墨平坚的架势 墨平坚跑得狼狈不堪 连连求饶 小九 小九 哥哥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动你东西了 你 你快把东放下 呆 不贼 谁让你乱动我东西 今天不砍你两刀 我就不是墨家小九女侠 他们这是闹什么 怎么举着刀子乱砍 你们怎么也不拦着 真的话 这主子们要干什么 奴婢们怎么拦得住啊 再说 再说 再说什么 你既然知道我的身份 我便也是他们的长辈 到底是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怎么闹成这个样子 那个 那个 把少爷动了九小姐房中摆放的一个小玩意儿 不小心给打碎了 惹怒了九小姐 就 就 就为了一个小玩意儿 小九 就这么追着 拿刀砍他哥哥 啊 不 不是 不是的 老夫人 您有所不知 咱们府上的少爷们对九小姐都是极好的 那真是捧在手里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他们兄妹感情好得很 还是闹着玩呢 闹着玩呢 闹着玩 哪有这样闹着玩 闹出人命怎么办 快 去通知你们老夫人和二夫人 赶紧派人拦住小九 老夫人老夫人 您别急 听奴婢把话说完 咱们 咱们府上少爷小姐自幼都练过功夫 这样闹着玩 看着凶险 其实真没什么的 再说 再说八少爷 这么被九小姐追着砍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老夫人和二夫人 早就见怪不怪了 九小姐人小力气也小 就算被砍中 也不过是皮肉伤 羊羊也就好了 还有那个 我们国公大人 也早就说过 国公大人说什么了 快说 我们国公大人说过 少爷他们 谁说是真被九小爷砍中 也是他们自己 自己 笨蛋 学艺不精 我该 一瞬间 东明郡公夫人只觉得 寒毛倒数 后背冒汗 身子控制不住的晃了晃 奴婢刚才 都是胡说八道的 请老夫人千万不要当真 更别跟外人说 不然奴婢肯定要被家法处置的 求老夫人了 求老夫人了 今日之事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你起来吧 你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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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九这样的丫头 要是跟阿瑞定了亲 难道将了阿瑞 也会跟墨家小八一样 得追着 跑成这样 咱们打不得 骂不得 说不得 是不是 还得在一旁 看着 拍着手 喊着 砍得好 砍得妙 砍得呱呱叫 不会的 老夫人 不会那样的 只要 我老婆子 还活着一天 绝不能看到 阿瑞 那般气惨 说完 攥紧拳头 转身去找 媳妇儿蒙妾娘 她必须要和她 好好商量对策 才行了 看到小九又追过来 她不躲不避地 站在那 笑呵呵地 看着小九 小九追到 墨平坚面前 停下来 挖着脑袋 看着墨平坚 问道 八哥 你怎么不跑了 哥哥累了 小九 咱们明天再玩吧 小九看着 墨平坚脑门上的汗 很是嫌弃地 挥了挥手中的短刀 明日我才不跟你玩 我要和六哥玩 他能一口气 还有两个时辰 也不累呢 好好好 明日啊 让六哥陪你玩 你还当官 让他当匪 你可一定要 把他抓住了 捆下来哦 放心吧 八哥 我一定会抓住六哥的 哎呀 看着一心一意 玩游戏的小九 墨平坚很是心虚地 笑着摸了摸他脑门 心道 好小九 为了给你解决麻烦 就先委屈你 当个恶人 帮哥哥们演戏骗人吧 墨平坚将小九 送回住处 便去了老爷子那里 老爷子正被 东平坚宫缠得头疼 这个老小子 油言不尽 怎么说都不听 一门心思要借着 救命之恩 给小九和阿瑞 把亲日定下 看到墨平坚进来 不由 眼前一亮 墨平坚不动声色地 给老爷子 和东平坚宫行礼 暗暗地冲老爷子做了个 是请办妥的手势 老爷子顿时松了口气 听到东平坚宫又开始满怀深情地 跟他回忆往事 缅怀故往 坚持不懈地说着 他家阿瑞对小九的情深义重 忙使劲咳了两声 打断了他的老生长谈 彪子啊 你说的我何尝不明白 可小九是我盼了多少年 才盼来的孙女 是我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啊 你说说你 这冷不丁地跟我说这个 我一想着让小九去别人家 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老哥哥 哎呦我的老哥哥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我呀 只是说 俩孩子情真义切的 咱们成全一二 怎么就到了小九要离家的呢 咱们退一万不说 也是到了将来 我家阿瑞真有这个福分 咱们离得这么近 还在住谁家不是住啊 叫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了 将来小九愿意住哪儿 他住哪儿 我都让阿瑞说了他的意 行吧 好 好 婊子 君子一言 刺马难追 我说到多大 若有反悔 就让你去把我大门上的饼鹅砸了 我也二话没有 好 痛快 婊子 有你这句话 我这心里高兴啊 行 这两个孩子 你有情我有义 我再拦着就没意思了 老哥哥 你这话是 同意了 我是没意见 就是 哎 就是什么啊 我的好哥哥 你可快有什么说什么吧 祭祀弟弟我了 老爷子扶了扶长须皱着眉头 婊子 你别急 你也知道我家那个 有什么事 都是一家人一起商量决定的 我是没意见 就怕你那老嫂子 还有小九他娘会有什么想法 这事 我得跟他们商量商量才行 东平君公急得拍腿 哎呦我的老哥哥啊 您这一家这种当呢 小友是您捧着长大的 他的婚事你还做不得主了 还得问问老娘们的意见 你可真是 老爷子脸一板 好似被激怒一般 瞪眼喝道 老子怎么做不得主 老子不是已经同意了吗 你刚没听见 东平君公等的就是这句 他立刻起身 我就知道老哥哥你一言九鼎 一口头每个鼎 是顶顶立地的爷们 行了 这事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我这就回去准备顶顶礼去了 老爷子沉声喝道 慢着 东平君公愣了下 转身问道 怎么 老哥哥 您对这定亲礼 还有什么吩咐呀 什么定亲礼的 你当老子没见过值钱玩意儿 老子在自家 一言九鼎不假 可就怕 你在你家 当不了家呀 东平君公的那眼睛 好笑得道 老哥 此言差译 我们府上 自然是我说了算了 怎么老娘们都信我的 是吗 我可不信 东平君公一口气 差点没把自己憋死 咬着牙问道 那你怎么他能信呀 老爷子一脸看好戏的 看着东平君公 让你媳妇还有你儿媳 亲自带着定亲礼来登门 我让你老嫂子好声招待他们 你看怎么样 没别的了 老爷子一摊手 就这么简单 行 让老嫂子备好酒席吧 咱们这就来 信心满满十分笃定的东平君公 却不像他自己说的那般立刻变灯门 而是一直过了三日之后 才再次登了墨家的大门 心知肚明的老爷子 看到东平君公一人前来 盲站起身迎了上去 伸长脖子 东看看西看看 婊子 咱们就你一个人 弟妹呢 阿瑞他娘呢 老哥哥 实在对不住 我是真真切切 想跟你们府上定亲的 可考虑到两个孩子年岁上小 我家阿瑞又是个自治平庸的 将来怕委屈了小九 不如咱们还是等一等 等孩子们再大了些再定 你这老小子 少跟我说这好听话 明明说好的事 你却给老子反悔 怎的 嫌弃我家小九不成 东平君公一看老爷子发火了 不由心到不好 可打死他 他也不敢将老婆子和儿媳的话 说给老爷子听 只能一个劲的连连道歉 使劲了夸赞小九 比尼斯家孙子 压根不肯听 东平君公东扯西扯 狠狠骂了他一顿 直接把他赶了出去 东平君公被赶出了行过功夫 站在了大门前 被秋风这么一吹 只觉得自己里外里 弄了够不是人 就别提多心酸凄凉了 你看年纪将至 不好在留在墨家的成明锐 到了回府的日子 墨家众修腻 看着依依不舍 拉着成明锐手的小九 还是不免心里酸酸的 东平君公看到成明锐 拉着小九的手 叮嘱他 天冷了 不要乱跑 更不要去湖面冰上等等 不由 笑着对老爷子道 哎呀 若不是亲耳听呢 我都不知道我这孙子 竟这般细心了呢 老爷子知道 东平君公 这是有后话等着他 便只笑而不语 可老爷子不接话 东平君公 也能把自己这些话 给接起来 只听他又道 小九也长大了 还知道 顶住阿锐注意伤处 看看 两个孩子的感情是真的好啊 咱们要是 婊子你媳妇最近还和你闹吗 不能不能 他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见识浅宝 顶风就是雨的 不像老嫂子那般 十大体能主事 我是没这夫妻了 不过老婆子虽然没啥本事 可行肠还是好的 尤其特别喜欢小九 这次晚来 还专门挑了礼物 让我给丫头带来呢 是吗 那就多谢弟妹了 哎呦 客套了啊 就凭咱们两家的关系 你孙女可不就是跟我家娃娃一样吗 我们都疼她 喜欢她呢 若什么时候能让她去我们府上住几天 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看阿锐和那哥几个感情好得很 不若让他们结拜成异性兄弟 你看如何 这是好事啊 好事就是阿锐还小 这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眼看快过年了 你们府上也是妈的很 这事咱们不接 不接 老爷子眼神微闪 看来这老小子还不死心呢 可不死心又能如何 就那一家子糊涂蛋 还想让小九嫁到他们家 做梦 送走了程明锐 小九和穆平坚等人 变眼巴巴的等着 从自西北军营中送来的年礼